字幕視頻 字幕視頻 Oh yeah 禮拜五 今天禮拜五晚上我們要去 打球我已經一個多月 欸快兩個月沒有打球了 想說運動一下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運動 你看我是穿著球鞋 跟球衣等下就跟就是我那些 好朋友們去打打球 我們走吧 塞車 現在這個路就是我每次要去找Wallie他們必經之路 就是60號Freeway 那這條路幾乎是五十五顆都在塞車 大概晚上九點十點以後應該是還好 比較不會塞 像是中午啊 或是下午兩三點啊 那種就很奇怪的時間都會塞車 都會塞車 我已經塞到已經習慣了 已經覺得說 這速度已經是很OK的 塞一塞馬上就會到了 籃框耶 好久沒有看到籃框了 你有多久沒有看到籃框了呢小胖 五年吧 五年 五年沒有看到籃框了 我上次打球就是在台灣的時候 在一月 一月 大概一月中的時候在台灣打球 回來美國 一直都沒有打 Jeff已經累了休息了 嗯 很多年沒打球了 今天跟大家出來練一下球 今天跟大家出來練一下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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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禮拜六 那我現在剛起床 我剛把就是就是貓咪那些食物啊 排鑫我牛油清清清之後呢 紫 發狀就是有一隻貓咪最近還蠻黏人的 還蠻黏人的 很舒遑欸 歐喔喔va 現在珈斯 我們要準備去一家工廠叫做 bed 坑 Sern 耶耶耶耶 就是我第一次去喔 他們已經去了幾次了 我很期待 Frank & Son裡面有的東西 希望今天不要衝動買任何 不會 我該買的東西 好 這台 Charger 就是 他把改的跟Transformer 你看那台警察車一樣 他只是沒有氣那警察的顏色 就是在Transformer裡面有個壞警察 他其實是那個壞蛋的那台車 就在這 你看到他的Decepticons 非常帥氣 這是一個很大的倉庫 坐在一起 好可愛喔 這隻機器多少你可以念收 39塊 好可愛喔 其實基本上這邊有點像那個 台灣的那個 台北的那個光華商場有沒有 其實就是專門支持 賣那種公仔的東西 比較少賣那種電腦 Jeff Jeff 已經在這一攤 賣得非常非常多 哈哈哈哈 橙膠 這隻你第幾隻了 第六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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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多少錢 不一定 不一定 差別15塊 平均15塊 我買藍色的螢幕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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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風 不會發現 變成雨 抹著你淚水 怎麼讓 你明白 就是 好懷念喔 最舊最舊的電動 結束了 我沒有買任何東西耶 手空空 最多的世界 今天是一開始17塊的一個玩具 然後之後花了20塊錢買兩個抽獎的玩具 我花了67塊錢 卡里 第一次還去啊沒有買東西 沒有人來Frankenstown不買東西的 沒有錢了 沒有錢了 你們要去哪裡了 耶!我們要去 五月天 那你最喜歡的五月天一首歌是什麼呢 應該是 很難選我都喜歡 那你呢你有一個特別喜歡的五月天一歌嗎 都愛 我們要去別地方不要跟他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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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現在來訪問一下看完五月天演唱會的感想 恰恰 我也差點 好 他差點要牽個被妹妹的手 真的 沒有差 好難動喔 超開心 有哭嗎 差一點點 真的齁為什麼 尤其他唱到溫柔的手 真的 因為他每一個演唱會都會唱溫柔 喔 而且那時候全場都按下 然後大家要拿手機 超浪漫的 很像滿田的西洋湖 這個拿著潛水用的東西 真的 超亮的 今天為什麼我們大家都在這呢? 因為我們在 因為我們在 比待 比待我 Willy的幾歲生日啊? 25歲嗎? 24歲 你幾歲? 26歲 26歲 其實我的生日是明天 但因為是星期日 我們要祝福今天 現在是你的生日在台灣 現在是你的生日 喔~~~ 我聽到你們那個房間有在叫 我真的只有小小真的叫 快上 好 好像沒有人跟我搶這個 討厭五月天 差不了話題啦 不能進入啦 哇 生日大哥要去出場了 現在為了要我們不要唱生日快樂歌 他說覺得會害羞 但是我們既然這樣子 我們就要唱大聲一點 一定要 超大聲 要唱下去一下 蛤? 少來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YA!YA! HAPPY BIRTHDAY TO WILLY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耳朵 哇!我可以活像的明星欸 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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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大衛煌 沒錯 時間過很快 馬上是第四集了 你們覺得這禮拜的就好看嗎 我覺得還好 經過四個禮拜 整個剪片的過程 已經漸漸開始上軌道了 不因為我沒有買五月天的票 跟各位觀眾說抱歉就是 沒有讓你們可以看到演唱會的實況 但我還是很好奇想要問問大家 就是五月天出道這麼久以來 不管你是喜歡這張啊 或者是這張啊 或者是這張這張這張 或者也有可能是最後這張的話呢 把你們最最最喜歡五月天的那首歌呢 留言在下方喔 其實我一生中最早聽到的流行音樂就是 尬恰這首歌 我還記得是在以前國中畢業旅行的時候 有同學給我聽的 我對那個時候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首歌的 就是在遊覽車上就是一直狂聽 狂聽 所以那張專輯呢 對我來講 是非常經典的一個專輯 以上就是大衛煌 Weekly Update 4月的第二個禮拜 咱們下禮拜見 tipo 氣味 光臭